我们是好孩子 快让我们进去吧 好的 喂 王后 怎么了 运教老师 你留意一下 好孩子只有三个 不要让坏孩子 进到好孩子教室里 好的 我知道了 王后说 好孩子只有三个 你们四个怎么都说自己是好孩子 我们真的是好孩子 那你们怎么证明 老师你看 我们都有红领巾 对啊 不信老师你看 小雪 你的红领巾呢 就是啊小雪 不会 你就是那个坏孩子吧 不是的 我不是坏孩子 那你怎么没有红领巾 我 我 我看 小雪就是坏孩子 我们三个都是好孩子 老师 快让我们进去吧 不是这样的 小雪 我给你的红领巾 还好我赶上了 太好了 谢谢你西娜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眼睛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 糟糕了 这下个怎么办啊 西娜 你怎么了 小雪 我的红领巾 我在家里了 才回去拿的话 肯定来不及了 今天检查红领巾 我不知道怎么办啊 原来是这样 西娜 我有办法 你可以先把我的红领巾借给你 啊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你小雪 就是这样 我用完之后 就赶紧给小雪送回来了 看来 小雪是真正的好孩子 小雪可以进入好孩子班级 太好了 小辈熊妹大宝 那你们中间 肯定有一个人不是好孩子 不是我 也不是我 更不是我 你们三个怎么证明 我想起来了 老师你看 这是我的一百分时间 这是我的好孩子讲证 还有我按时完成的作业 嗯 看来熊妹也是好孩子 熊妹也可以进入好孩子教室 大宝 坏孩子肯定是你 不是我 你那么淘气 我看 坏孩子就是你 你才淘气 叫你最淘气 你是坏孩子 是你是你是你 好了 不要吵了 你们怎么证明 自己不是坏孩子 我 我没法证明 我也是 老师 我可以证明大宝不是坏孩子 太好了 黑暗魔王你终于来了 老师 我们家里没人 可可发烧了 还是大宝发现 给可可送医院的 所以大宝是个好孩子 嗯 那坏孩子 就是小辈了 不是的老师 我不是坏孩子 小辈 你怎么证明 我 我不知道 小辈 你还是快离开吧 我要进入好孩子班级了 眼镜老师 好孩子 不是靠红领镜来证明的 小辈在家里 听妈妈的话 在学校努力学习 所以小辈 也是一个好孩子 金灵现在说的没错 红领镜 并不是判断 是不是好孩子的标准 大家都是好孩子 小朋友们 你们是听话的好孩子吗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